今年是臺北國際旅展特別具有意義 因為是我們10月13日邊境解封以後 第一個國際旅展活動 今天很高興看到這麼多國內外的單位旅行社 航空公司一起來參展 這是國際旅遊重啟的重要象徵 來邀請全國民眾把握這四天的展席 一起來逛展消費 過去兩年多來 我們特別謝謝觀光界的朋友 大家努力配合防疫政策 一起守護全民健康 政府也相繼推出了各項的紓困 振興措施 包括國旅的補助方案 以及民眾熱情消費的支持 我們一起努力協助我們的業界度過的難關 這幾年來因為疫情招展撤展都很不容易 但是業會長仍然很努力把品質放在第一 今年的旅展一定可以為我們的業界注入更多的能量 在疫情期間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把握機會積極地盤點各地的特色 以及觀光的資源 武警和業界合作 推出各種主題的旅遊產品 也翻新提升旅遊軟硬體的設施 這幾年我來參加旅展也從政府的主題館看到了這些努力 大家這麼努力在做準備 就是要迎接更多的國際觀光客 現在我們已經開放 國際旅客一團接著一團的來 截至10月底已經有52團來到臺灣 我想我們相信這個複數會越來越快 我也要請所有的業界朋友 跟政府一起繼續努力 一起把握這一波的機會 用品質和服務 搶載臺灣的觀光